关注的是一起发生在今天凌晨的特大的交通事故 我们共同聚焦这次夺命的追尾 今天凌晨的2点40分左右 在陕西省的西安市境内 包茂高速公路的化子平服务区附近 有一辆车牌号为猛AK1475的双层卧铺客车 和一辆牌照为URHD6962的贯车发生了追尾 由于当时贯车上装有35吨的甲醇 两车瞬间是发生了大火 事故发生的时候正处于凌晨 客车上的大部分乘客都在休息睡觉 再加上事发突然火焰迅速的燃烧 最终造成了客车上的36人死亡 只有3人在事故中逃生 场面相当惨烈 事故发生在包头至茂名 包茂高速延安境内 这辆装有甲醇的贯车 从化子平服务区南出口出来 刚行驶了200米 就被一辆双层卧铺客车追尾 只见贯车的贯体 嵌入到了客车将近两米 可见当时的碰撞有多么激烈 我在前面那个加油 然后呢 然后听到通的一声响 就看见前面有火攻了 听见响声就马上找火了 前面那个一款车 先发生爆炸 有客大一个香声爆炸 然后突然起火 在起火的过程中 有客同人想要过去帮助 但是有连续性的爆炸 据了解贯车载有35吨甲醇 两车碰撞后大量甲醇泄漏 随即起火燃烧 火势凶猛 贯车后部的轮胎 橡胶已经被烧尽 只剩下轮毂 而双层八式更是烧的 只剩下骨架 从眼前惨烈的景象 可以想象当时火势的凶猛 由于事发突然 又是凌晨 客车上包括私承人员在内的39人 36人遇难 只有三人逃生 大型贯车的两名司机未受伤 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 事故发生后 延安市立即开展救援和现场勘查 发生事故的路段被封闭 国务院也成立了事故调查组 赶赴延安 指导地方做好救援工作 组织查明事故原因 妥善处置善后 目前死者的身份确认 伤员救治和现场清理工作 都在进行中